大家好 我是眼科医生 邓维达医生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关于是网膜的病变 这个悲病人 其实是我之前见过的 一位七十多岁的婆婆 她来找我 因为觉得看东西 右眼就有两个星期看东西越来越不清 所以让我看看是什么事 其实这位婆婆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是婆婆右眼的视网膜 这是视神经线 这里分布在视网膜上的血管 其实这位婆婆出现一个 属于常见的病 就是我们叫做静脈血管闭塞 视网膜上如果因为年纪 又或者因为其他血管风险因素 譬如有血压膏 有糖尿 或者有胆布唇膏的问题 会令到血管收窄 有时会当血液流通得不好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出血性的 视网膜病变 这位婆婆出现一个分支性的 视网膜血管闭塞 导致局部的视网膜出现出血 同时也因为血液流通得不好 导致黄斑出现水肿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通常如果不医治的话 其实视力有机会会越来越差 以现今科技来说 其实对于治疗这些分支症物 管闭塞而导致黄斑水肿 我们亦有一些有效的治疗 其中当中最有效的治疗 就是我们可以注射一些特效药 直接注射入眼睛 然后用特效药的作用 来帮助视网膜退肿 这位婆婆因为水肿也严重 所以我和她注射了特效药 入眼睛 一个月之后 视网膜黄斑水肿就得以明显改善 不过要留意这些针剂治疗 其实都需要一个疗程 很多时候就一个月一针 前后会打三针一个疗程 然后就视乎视网膜退肿的情况 而决定需不需要再继续打针 至于打针方面究竟风险是怎样 其实一般这些眼内注射 一些特效药的治疗安全性都很高 过程都是布麻醉 过程都是大约五分钟至十分钟就完成了 在过程中 医生就会把眼睛完全消毒 然后在眼白的地方用一枝很幼的针 打一个很少量的特效药入眼中 主要的风险都是担心 例如眼中出现疏后感染 又或者手术出现出血 善模模裂痕脱落 不过整体来说 其实风险都不算高 所以如果出现这些比较严重的 血管闭失而导致黄斑水肿 都建议及早找医生作出积极治疗 其实是可以好好挽回眼睛的视力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